买玩具了,买玩具了 店里来了一批新的杰德奥特曼食丸 大家快来买玩具啊 两位奥特曼来到贝利亚的商店 听说店里来了新的奥特曼食丸 我们来看一看 是杰德奥特曼啊 正好店里来了好多新的食丸 你们要买多少呢? 嗯,那我们一人来一盒吧 正好我店里还剩下两盒 那就都卖给你们吧 这时候,店员把奥特曼的玩具送了上来 诶,这是哪一个店员呢? 这好像是贝利亚的新店员 它好像是一只鸟形的怪兽 它的头好像是一只公鸡呢 两盒食丸一共是一千块钱 这时候,杰德奥特曼站出来说 上次你请客,这回让我来请吧 他拿出了一万块钱 哈?一万块钱啊? 可是我没有这么多零钱诶 不如我把我的三位怪兽店员送给你们吧 贝利亚收下了杰德奥特曼的钱 这是我的EX雷德王店员 接着奥特曼回到家里 他们又来猜惊喜盒玩 这里面会有什么惊喜玩具呢? 这是雷欧奥特曼 里面掉出来了一个奥特曼的人偶 这是哪个奥特曼呢? 它的头还可以安装上去 诶?这个奥特曼和我们右边的杰德奥特曼长得很像呢 它可以摆出一个帅气的姿势 看起来好酷啊 诶?左边这个也是一样的奥特曼 它也摆出了作战的姿势 而且眼睛还有彩色计时器都发出了蓝色的光了 接下来又会摆出什么帅气的姿势呢? 那你们猜猜看 这里还有一个手部的特效零部件 看起来好酷啊 这位奥特曼在发出他的必杀光线 那你们知道这位奥特曼发出的必杀光线叫什么名字吗?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蓝色的奥特曼里面的惊喜盒丸是什么 惊喜盒丸掉出来了两个零部件 这是什么呢? 这好像是两栋迷你的建筑物 左边这个是办公室的大楼 这时候怪兽突然出现了 它又做什么呢? 不好了 它又来攻击高楼大厦呢 这时候奥特曼出现了 它又来保护城市 可恶的怪兽快出手 另外一位奥特曼也出现了 它准备发出它的必杀光线 诶? 这时候又来了一位奥特曼 它和第一位奥特曼可以联合发出必杀光线 三位奥特曼把怪兽打倒了 保卫了城市 太棒了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和玩就到这里 更多更好玩的奥特曼玩具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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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